大家好,我是就手机的一个,这是一个云南粉丝技术的右皮,屏幕不触摸啊,屏幕不触摸啊,屏幕不触摸啊,不触摸的话,我们首先先换个屏幕试一下 屏幕不触摸,我们重新换一个测机屏啊,测机屏,然后打开以后发现它的电池啊,有两处漏液,这种电池也废了啊,这种很危险,充电的时候,这里会容易鼓包啊那些的啊,现在这个电池已经在慢慢的鼓了,这种要换电池啊,然后我们只,它一个电池充不了电啊,只能用我压电开机了,我们等待开机看一下 手机已经进入系统啊,我们看了一下,换个屏幕啊,触摸可以了啊,然后我们测试一下功能啊,测试一下功能啊,测试一下功能啊,当我测到WiFi的时候,我发现是WiFi很弱啊,基本上是搜不到,搜到一个啊,信号也很弱啊,而且我的WiFi这里,WiFi很近的,都搜不到WiFi很弱啊,打开蓝牙来看一下,好像蓝牙也搜不到啊,可以搜到,蓝牙可以搜到一个 WiFi信号很弱啊,好像太弱了啊 本来我觉得是有5GWiFi,它5G也搜不到,可以搜到两G,还很弱 估计还连不上啊,好像我连了一次,连了一次,好像它提示那个什么,密码错误啊,其实密码是没错的,提示密码错误啊 好,接下来我们准备给它维修一下啊,然后它这个还要扩个容啊,修好了还要扩个容 我们啊,64G的硬盘已经准备好 它是16G的,我们看一下 好,我们可以看到它16G啊,内存真的很小了啊,16G的内存真是半层的手机啊,我们准备它突然64G啊 好,我们马上开始 好,当我翻过来的时候,还发现,现在这个晶片也裂了啊,里面全是灰尘,全是灰尘啊,晶片也裂了 好,我们准备扩容啊,先吸WiFi,然后修好了再扩容 好,这一波这个WiFi芯片也更好啊,我们准备开机测试一下 好,测机屏扣好,然后这个,电源扣好 主管正在开机,我们等待进入系统啊 这个,我们没有扣在那个外扣上啊,可能天线没扣上啊,可能信号会有点弱 好,我们已经开机了啊,这个WiFi已经连好了,说明它已经好了啊,之前是直接连不上 好,我们看到啊,这个已经收到好几个了啊,然后我的5GWiFi啊,也是能收到啊,之前是收不到的啊,接下来WiFi已经搞定了啊,接下来准备扣容啊 那这部硬盘我们下来啊,一个点没掉,但是这个脚也脱皮啊,这个都写问题,然后待会打电黑油在上面就可以了啊,然后接下来我们处理焊盘啊 好,这一部这个焊盘已经整干净了啊,掉皮的已经補上黑油了,補上黑油,接下来我们对这个,将要更换的这个硬盘啊,进行直吸,那这个吸油已经弄好了啊,只要用风向把它融化就可以了啊 好,OK,要画了就可以了,好,接下来我们就是对这个硬盘进行安装啊,这个我们采用松箱,用松箱焊接啊,它焊的更好更老,我们开始焊接,这一部我们用旋风啊,硬盘也安装好,然后我们等待主板凉了啊,然后下一个环节就是刷机啊,好,我们顺便把边上的焊油洗一下啊,擦一下,擦干净一点啊,好,我们整机看一边啊,然后WiFi啊,然后硬盘啊,全换了,就换下来的,16G的啊,就是64G的,接下来我们装机刷机啊, 好,最后因为它这个电池啊,你看一下这里都那种漏电几次了啊,这很危险了,我们就,然后这个整个电池也是抛了,有点起皮了,抛了,抛了,抛了啊,为了安全,我只能拿着原装新的了啊,这个新电池我们安装好啊,然后用它原来的屏幕啊,因为它是原来的屏幕上有指纹啊,万一到时候刷机指纹见不过啊,最后拿出我的自动恢复模式的速记线啊,端用刷机的线,准备插入电脑,好,我们把这个线,速记线插了,插起来啊,然后电脑打开,爱死住手啊,点击确定 已经进入那个DFU模式了啊,点击刷机啊,之前我已经下好了啊,我已经下好了,点击这里常规刷机吧,因为它这个不需要资料了,好,累计刷机,切人刷机啊,正在等待啊,它这一部已经出那个苹果手机上已经出进度条,这20%啊,它正在走进度条了啊,电脑,它正在写入文件系统,它已经刷到60%啊,60%,到60%基本上是可以刷过的啊,然后这个硬盘的话已经提前写好那个底层了啊,所以说是我就, 就省略了那个鞋底层内部,已经写好了啊 并且鞋这个底层啊,一定要写对啊,写正鞋了,一个数字还有一个字母,都不能说错,要不然 激活不了,或者是激活得了,但是近期攻得不正常 好,正在验证NFC验证记载,然后已经到80%了,马上就完成了 它已经刷机成功了,现在等待苹果开机啊,开机它还要走一遍进度条啊,这一遍进度条走完就可以,激活了 这个已经走离大半了,很快就完了,它眼的屏幕乱跳乱跳的,然后用不了啊 乱跳乱跳的,我们还是换个屏幕,是吧,屏幕有问题,它会乱跳乱跳的啊,我们换个屏幕,它的语言都跳不对 再跳再跳,我的全是英语,我看不懂,我们先换个屏幕测试,换个屏幕激活,我们换个屏幕啊,这话它就不乱跳了,我们一步一步的激活 手动设置,以后,下一步,连上歪歪,歪歪也连好,正在激活啊 因为它这个手机啊,之前就刷过去,已经没有ID和密码了啊,所以 这一步可能激活就不需要输ID和密码了,已经激活通过了 然后这个指纹不是它,不是它这个,这个还在这里啊,所以它这里会显示失败啊,因为它的研机指纹还在这里 稍后,然后密码,不使用啊,不使用 然后不传送,然后这里没有啊 稍后再设置里使用,不使用啊 然后这里同意 然后机械,起用并位 稍后再设置里使用,稍后再设置中,不共享 这里点共享吧,无所谓了 然后下一步,开始使用,OK 我们测试,进去看一下有没有 进引起,显不得引起吧 我们看一下那个内存啊,是不是64 好,已经扣到64G啊 完美 这WiFi正常啊,WiFi搜得多 就这样一个机器就这样修好了啊 它这个修的是WiFi,它屏幕也要换一下啊,屏幕也不行 但这是别人的啊,你看拿个新屏幕换上 后视镜头这里玻璃也碎了,镜头监视灰 明天给它换个玻璃啊,就可以发布器了啊 感谢这个是一个,好像银蓝褥熊大神能力寄过来的啊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,双线的观众